好,這一段幫我放福音戰士的那個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叔聊怪獸,我是Popcat 今天要跟各位带来的 是由S Plus所推出的Ultra Man 加伯拉 再来是Premium One Studio 所推出的福音战士 真的太可爱了 因为它真的设计的很独特 而且又不占空间 那干嘛收这一支呢 就是你看过那部电影之后你不收 怪怪的 但是我并没有收它的新Ultra Man 我只有收怪神 那我们就一起将内容物开出 好我们已经将所有的内容物开出 一个本体 你不需要轰尾巴 没什么好轰的 你只要看到这个圆柱 就表示不用轰 用弦的就下来了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加伯拉 可能有的没看过的观众不知道 它是属于第八号 就是在暗野宇宙的电影里面 第八号的怪兽 主要是在寻找诱元素 全身就非常的坚硬 它变成是锚跟盾的综合体 撞火很厉害 Ultra Man为了对付它 到最后必须要把它送上宇宙 因为它就像一颗核弹一样 它不能够就地处决 安野宇宙里面已经把加伯拉重新定义了 以前的皮靠感就是给人感觉什么 假假的 到了安野的时候不一样了 就优化成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一个生物 钻头这没有问题 这边还有一个链锯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摊钻机啊 它就是一个圆柱啊 会这样一直做旋转 钻那个隧道 它这个前面啊 应该就是那个钻头一直钻一钻一钻一钻 然后这个就是大范围的 就是在把那个土石清掉那种感觉 这个很像那个钻探机的那个输送带 就是那个土石啊 好像会过来这边 然后自己滑出来 很像那种输送带 这些怪兽的刻痕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就是它把它优化 整体上来讲 我觉得S Plus这次不管在用色 还有设计上面 跟电影里面 其实是完全没什么差别的 下来我们再来看这颗头 我们最在意的就是嘴巴啦 这个颜色有一点太浅 我觉得还可以再深一点 然后做一些漸层会比较好 它有涂亮光让它有湿润感 生物系也感像口腔湿湿的嘛 替换的话就是这样 悬下来我们说过了 就连烘都不用烘 只要有可换头 就不会有发光了 那我们上次介绍的内罗钢 它就可以发光 XP的操作一向都是如此啦 值不值得收 值得啦 因为我都收了 为什么我没有买Ultra Man 因为我觉得3Rio的尺寸 跟它是搭得起来的啦 我可以摆很多战斗场景 我就没有特别买S Plus的Ultra Man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开福音战士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 Premium One Studio的Q版福音战士 它这次的设计概念其实很特别 这也是为了我要买的原理 全部是属于皮革状的一个纹路 它的缝线处也是像皮革的那种下去做的 所以我觉得很有特色我才买 包括它的眼睛都是属于扭扣 它上面会有线缝住的那种感觉 在它的嘴巴这边还有拉链 只能动只有这个链头可以动而已啦 这支是初号机 它的地台是磁吸 直接可以吸起来 二号机的话其实也很还原 它这个是属于武装版啦 这一个是一个装甲 八号机真的是超好看 因为眼睛很多配色也很多 很丰富啊 八号机的女主角我超喜欢的 八号机的架势是很热心 又戴眼镜 你就喜欢你眼镜娘嘛 你就直接讲 然后在那边扯个性 然后再来是十三号机 来 我一直以为它是不是拿的那个武器不一样 所以它是初号机的另外一支 摄影师就跟我讲 没有这是十三号机 不对啊 十三号机是四手啊 它说十三号机其实长期是这样的 它的手在支了 我想说奇怪 十三号机是四手啊 我没记错啊 好 接下来我就要拿出长距离来给你们看 初号机觉醒 在某一场地震的时候它掉下来 上面这个圆圈圈就断掉 怎么拒绝 很简单 要是要反修 到最后我才拿出来的原因 只是要告诉你说 不会因为磁吸 所以它就特别稳 那我们就一起进入细节展示阶段 Kerin 不认识 这是得多的 不认识 什么事 这是不认识 我们就已经调到 什么事 就这样 散开没 tourists 超历 都是 丢 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ll be right back. OK,观赏完细节展示之后 各位是不是喜欢大叔这次所为你介绍的这些作品呢 这次的加伯拉跟上次的那个我刚刚都做得超赞 再来是这个Premium One的这个Q吧 我觉得真的也很值得收啦 我们不一定要追那种什么巨大啊好大啊你家又放不下 就是像这种尺寸我觉得都刚刚好 尤其像这个Premium One它这个系列 如果你摆在那个办公桌宴室 其实它真的是大小刚好 而且还蛮疗愈的而且也有设计感 同事一走过去 搞不好它还会问你说哇这怎么那么特别 因为它真的是一望就很特别 那个皮革感 可能你们就很有话题可以聊 再来就像这种写实系的 写实系的我们真的就是很重视什么 回到原来的样子 OK,那大叔聊关之后就为你播放到这儿 我们下次见拜拜 之后大叔会持续为你们开箱更多哥吉拉系列模型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开箱影片 别忘了按一下喜欢 如果你想追踪更多哥吉拉开箱影片 也别忘了订阅大叔聊怪兽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影片见 掰